今天是我直发的第二天 也就是7月9号 那我今天整个的感觉呢 就是这里毫无痒 这里就是小蚂蚁那样子的痒 因为它在愈合 就伤口在愈合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搔痒的状况 但是又不能抠它 反正感觉不是很好 好在白天的话 因为要上班会分散精力 但是到了晚上这个时候 就特别在意这里 又不能挠洒 真的非常不爽 然后呢 我最在意的 有关于我洗头发的问题 我今天偷偷的 就洗了一小刀 我的瘤海 就洗了这一小刀 还是要保持一下 这个头油的问题 然后其他的地方就还好了 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 总之 然后躺下去的话 已经没有什么 深夜的这个渗出了 基本上是差不多了的 到了明天就是第三天了 我需要去问一下 我的咨询医生 是第三天就可以开始吞这里 还是说要到第四天才开始吞 然后这几天 我还是会持续给大家 吃新更新的 拜拜 今天是直发的第四天了 第三天没有录 是因为第三天跟第二天的感受差不多 然后今天第四天的话 没有那么痒了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钟的样子 我今天是要出差 所以就换了一点装 然后的话头发上面 大家可以开始 看不出什么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后面 对 就是头发上面 看不出什么 所以整个是不会影响我出差的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终于出差回来了 然后你看我的头发 今天的正好是 可能有点镜像 7月12号 现在已经是八点钟 我才到家 然后他们已经下班了 所以我不能去他那里洗头 我只能自己在家洗头 是可以洗的 然后明天去他们那里洗头 你看 这就是五天没有洗过的头 五天 请大家到时候要做好心理准备 五天不洗头会是这样 而且中途我还去见了客户去出差了 简直了 好 我现在要去洗头了 然后会按照他们的方法去洗头 我不知道我怎么回来的 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路人看到我会是什么心情 当然味道是 没有什么味道的 因为它是噴了一点香水 然后正好最近天气不是很热 大家知道外面台风来了 所以整个这个地区 我们都是在阴雨天里 没有流什么特别多的汗 但是真的 特别是这个地区 这个地方 幸亏我是坐的高靠背的椅子 我觉得如果我要坐地靠背 后面的人要看着我的头 估计 他肯定受不了 好我今天要去洗头 洗完头之后呢 我明天会在 就是会用一个比较好的相机 主要拍一下我的 这个取发区 以及我的直发区 就是不会用 再用手机拍了 会用相机给大家拍 会发扯良的 好了我去洗头了 我受不了了 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